各位童心 現在開始上課了 大家請坐 各位童心 現在開始上課了 請大家就坐 謝謝 請坐 請問一下 吃飯前的一堂課 藝術節 這可能是在座各位不想想想想想 這要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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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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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那個位置是不一樣 不是一般的公務員 高級官員 藝術不滿 會有問題喔 為什麼民政府每一期高級班都會開口 開藝術欣賞 藝術不是只有視覺藝術 藝術有音樂各方面 是跟藝術相關的 但是過期我們的教育裡面沒有這塊 沒有 藝術的課都拿去做什麼 上物理 上化學 上數學 上其他課 給你犧牲掉 因為藝術這塊東西不是一般人可以想的 既然你們不是一般人 練得這麼想的已經不是一般人了 那我們也希望說你以後的位置 都要有藝術方面的修養 我先簡單的介紹一下這個東西 來 我們開始第一章 我介紹藝術的方法很特別 你們今天大概會大開眼見 因為這裡面大概你們都不會看過的東西 都不會看過的東西 這是什麼 藝術 冬天裡面看著藝術不錯 夏天的感覺 在海邊有鳳梨 這是藝術很簡單 我是花花老師 我在大學也在教畫 待會你們慢慢聽就知道我的背景是什麼 我有開一些很特殊的課 這是什麼欣賞藝術 但是我針對小孩子也有一種屬於智力開發的部分 我有其中一個作業叫做跳躍性思考 來 下一張 剛才你那個王來的記憶 跳躍性思考就是 你根據你第一個作品 通常是我們畫的王來就教的畫就是 但是我的作業不是這樣 我說你先畫鳳梨 第二章你把它做一個變化 第二章根據第一章 跳躍性 跳一個東西想 從各的方式去想都可以 第三個根據第二個 你跳來跳去 所以這是其中一張 我覺得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他作者是學靈錢的小朋友 這大班還是大班而已 但是這個很聰明 你等一下我看 大家來看這個 之後 二十分鐘之內完成 請問這裡面有幾個鳳梨 你看看我給你們一分鐘 之後我要問有幾顆鳳梨 我就問 認為只有一顆的請舉手 好 請放下 認為有兩顆的請舉手 有三顆的請舉手 四顆的請舉手 超過四顆五顆以上的請舉手 都分佈不均 很有意思 每個人看到都不一樣 一樣是中度 給大家看怎麼這麼多不同的結果 怎麼會有這麼多不同的結果 同樣一張鳳梨 我的課錯過前面就不曉得這張在幹嘛對不對 你們上課要準時喔 錯過剛才這張都不知道我哪一張在說什麼 來 最明顯的鳳梨在哪裡 大家都看得到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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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有看到兩個請舉手 哪一個 這顆大顆的 有看到這個嗎 這也是嘛對不對 我現在問兩顆的人 沒有問三顆以上的 兩顆的 你會看到這個嗎 不會嘛 第二顆一定看到這個 這個是看到三顆以上 再看到這個 這個要怎麼看 這個怎麼看 按照距離的話 它應該是這樣 先畫這個 這是什麼 太陽嘛 怎麼把鳳梨幹成太陽 可以這樣看嗎 鳳梨怎麼會變太陽 它切開之後 不切 這鳳梨不能切 完全不能切 鳳梨切了也不會變太陽 啊 很好很好 它都講對了 鳳梨這樣看 對上面看下去就像太陽 為什麼像太陽 光網對著要來 滄滄的 就看開來 就好像太陽一樣 很不錯喔 這小孩子想得不錯 鳳梨變太陽 下一個是什麼 有人看到 旁邊這樣走 這什麼東西 沒有切 我剛才已經講不能切 都沒有毒 沒有切 整顆好好 整張好好 要怎麼看 也是覺得 對上面看 對不對 也是從上面 剛才不是講說從上面看 可以看見太陽 一旦也可以看到這個 這就是一支一支的 鳳梨就這樣 有趣味嗎 你看到時間 怎麼知道是時間 時間是時鐘 因為上面有火灰 但是這火灰很奇怪 一 誰到哪裡 二十七 那二十七 時間 那二十七點 他們學零錢嘛 不知道一天二十四個小時嘛 但是我問你 他們一天只能二十四個小時 三十小時可以 二十七個小時怎麼不可以 一天四十個小時也可以啊 你們就理所當然一天一定要二十四小時嗎 所以小孩子給我們很多思想上的挑戰喔 為什麼一天一定要二十四小時 一小時為什麼一天六十分鐘 一百分鐘那不行 你有想過這個問題嗎 時間是誰開始定的 為什麼一個小時六十分鐘 六十分鐘六十秒 為什麼這樣的累進 為什麼不是十個十個二十個一百個 要問耶 時間是誰開始的 誰說有時間的 怎麼全世界定的時間都可以互相配合 為什麼 大家沒有去想齁 你如果經過畫畫思考 你會重新想想 那些時經沒有說一支一支 時鐘怎麼只有三根針嘛 時針分針秒針嘛 那你怎麼那一支 沒關係嘛 它在動嘛 正在動當中嘛 有生有錢嘛 這小孩子很有動畫餌 對…很有趣 哎呀聰明阿 但是這時候 你怎麼那一半一本 Hassan 要討一下的問題 老師有沒有刺 STEPHQ 欸他畫 continuit Allied��衝不需要用到刺 鳳梨裡面有直線嗎 直到要用帳 你如果這像普通的美術老師討 沒啦 找不到 我還是借給他 因為我這個老師很特別 我說沒問題啊 借給你此 結果他就畫了一個這個東西出來 挑一心思考 一個根據前面 一個根據前面 根據鳳梨畫太陽 根據太陽畫時鐘 根據時鐘畫那邊那個 這怎麼看 這就難喔 誰看得懂 怎麼看 沒有切嘛 我剛才已經講了第四次 沒有切了 你還在切 沒有切啦 不用切啦 不是切成slice 不是一片皮 公民的皮膚 皮膚 OK 我跟你講 這個就像什麼 這個在滾 滾動啊 你肚子甲不是從上往下看嗎 然後你把它當成輪胎這樣滾 是不是這個樹枝就跑到下面 然後一片片葉子就放在旁邊 這樣有厲害嗎 很厲害喔 本來是三度空間 加上一度變四度 加上時間 拉回一度變成線性 我這樣解讀的時候我嚇一跳 我說這天才你哪呢 但是其他老師說 許老師你想太多了 學齡前那我要聰明 我說不對喔 真的我要聰明 他有沒有亂畫 你看他上面的什麼 他畫了什麼 車子耶 他所有東西都有暗示 就是link 都連著一個連一個 他沒有亂畫 要不然他畫這個畫車子做什麼 車子有什麼 輪胎嘛 輪胎走的時候有什麼 有軌跡嘛 他軌跡是下面一條 那一條拉到這邊是不是就這個 是不是輪胎的軌跡 我沒有亂講耶 後來這個小孩子的發展 這是十年前的小朋友 後來證實他真的是天才 因為他畫了什麼 他進了四大數學系 後來到美國留學 念博士班 現在超博士 念數學方面 因為腦袋就是這樣子 要做什麼 可是我那時候就趕到他們老爸老婆說 這你哪是天才 二十分鐘裡面給我畫這個東西 我嚇到了 這個就是不僅把我作業做到完美 而且超過 我說這個聰明 你怎麼會聰明 後來馬上就進職業班 但是那時候我把他們送出國 偏偏他們叫我們的系統 送給一般的國小去補習 果然沒錯 小學一年級回來 我畫是畫東西 就是鳳梨 就像鳳梨 鳳梨就像一顆鳳梨了 畫得像不像的鳳梨 他以前的想像力都沒了 以前那種跳來跳去的想像力都沒了 現在開始自私化 所以我們的教育是什麼 我在想我們的教育是怎麼回事 這款的考卷 不 不要考卷 這種 因為我剛剛兼考完 想考卷 這款的讀書 拿著小學老師去打分數 打幾分 沒有把你罵很慘 算你不錯 把60分丟到一邊 老師剛才去看這款讀書 鳳梨畫得很像的 給他擺一下 這款就站在旁邊 我叫你發鳳梨 你可以畫成什麼東西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本來是天才小孩子 到他的手中變什麼 庸才 變蠢才 變成不是個才 所以我們的小孩子 送去學校是接受教育還是被 糟蹋 去用糟蹋去 我們在座各位都欠照 我栽培 因為我們過去的教育是把你繁擠 不是讓你按照 不是讓你越來越厲害 我試圖要保護這個小孩子 結果不是這樣子 他後來為什麼喪失他 為什麼不是台大 因為要靠歷史地理 出的有的沒辦法 靠英文 他就沒辦法 因為他才能是在這方面 好在後來出國 突然就蹦蹦蹦又跳出去了 在他的系統裡面你是真的就完蛋了 為什麼是這種系統 現在問題來了 為什麼是這種系統 因為這個教育是有目的的 為什麼余虎 為什麼 會挑戰他的權威 對不對 因為他有這個目的 他把你當罐頭工廠訓練成罐頭出來 所以這裡面如果會跳舞的小孩子怎麼樣 在這系統完蛋了不要夠急 如果會畫畫的在這系統也完蛋了 他只搞數理物學 遵守老師的規定 所以我們的考試只有兩個 靠你怎麼背 怎麼很快把背的東西寫下來 就這樣而已 有沒有教你思考 沒有 他不要你太多思考 就是背 不斷的背 背什麼 背他的宣傳品 他歷史地理 是不是他編造出來的歷史地理 叫你背 背後還給你抗 抗到你把你塞在裡面 你會想說這是唯一當官之道 就是靠木、靠靠、靠靠 等等下去 還在這個系統裡面 還在這系統越厲害 真的是天才 不一定 會背後 還在背後 他還真的相信這個的人 更慘 所以我說到這個 下一章 我不想講太多 說到這個 你們都沒看過 有看過的人舉手 挑戰 我們在座有沒有看過這個東西 這裡面任何的圖像 對你們來講是崭新全新的 這在教育系統裡面沒有的 下面好像一堆人坐在那邊 我跟你講 我以前在美國念書 我在研究所在美國 我念東岸 在廢城一家常鎮的人學校 我們在期末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 我是念建築研究所裡面的藝術系 我們把作品放出來 然後下面就是做一排這種 從課地方那裡的高手 就是世界級的那些大師做在下面 然後針對你的作品 批評 那你要做什麼 Defense 就是要 叫什麼 Defense 怎麼講 就講說 我的作品為什麼做成這樣子 Defense 你的作品 現在也是 你要當博士班也是 論文 然後你要Defense 那時候 我的作品期末的時候就放出來 台下就那些人 我就很緊張介紹 介紹完了以後 突然裡面有個教授站起來 一個日本人 我現在還要記著他名字 他後來過世 他最近 也算很有名 他以前拿洛克菲勒的獎決金到美國來念的 早期1960年代的時候 他叫做鍾里奇 那年紀以前 他看到他就說 你沒有去過歐洲 我就當下傻了 你講什麼 我在講我的作品 你跟我講說沒有去歐洲 我那時候也點點 我也不知道怎麼贏 我真的沒有去過歐洲 可是在那個學校講你沒有去過歐洲 蠻丟臉的 為什麼 家同學都去過了 名校嘛 大家都去歐洲去過了 他為什麼知道我沒有去過歐洲 我就回家打電話跟媽媽講說 我沒有去過 今天有一個日本教授 所以那個暑假我就回台灣參加一個團 就去歐洲去了 問題我後來就是 待會再講為什麼他會這樣講 然後來下一張 到歐洲的第一站是到這裡來 有誰去過 這裡是哪裡 哪裡 有沒有人去過 這不是威尼斯 這哪裡 是意大利沒有錯 但是哪裡 羅馬哪裡 還不是羅馬 是羅馬裡面沒有錯 梵蒂岡 聖彼得大教堂 Stan Peter 他是另外一個國家 叫梵蒂岡 國中之國 在羅馬裡面的梵蒂岡 梵蒂岡裡面的 那這個是聖彼得大教堂 聖彼得大教堂是16到17世紀 花了120年蓋起來的 一百二十年了 全沒用舊頭蓋起來 我跟你講這個建築物有多大 人在這裡 很像那時候人變成這樣 一點點去了 上面放了一些雕塑 這個雕塑比上這個人的高度 是三層樓以上 所以這棟建築物裡面這小的雕塑 就三層樓了 你有看這個門嗎 一層兩層三層四層 你就知道這建築物有多大 你還算一下時間 16世紀到17世紀 15到16多少年去後 120年去後 後來的白宮仿照 前面也都給紀念北一樣 都黑這個 什麼 都九頭 那時候沒有鋼骨結構 沒有在那裡做鋼筋水泥 然後用水泥蓋起來 沒有啦 全九頭 厲害 因為他要靠力量去蹭蹭蹭蹭 來 下一張 我來看更近 更清楚 你看得更清楚 人就這麼高 這個多大雕像 門有多大 裡面空間有多大 一步一步看 來 下一張 從上面往下看 很漂亮的 你們都沒看過 下一張 內裝 你看 那時候 我剛才講的雕像多高 人多高 人在這裡 那雕像 放在一個一個神龕 放在裡面 這在上面 那個紅衣大主教就在這邊開會 每次 我待會再慢慢給你們介紹 來 下一張 往上看 漂亮嗎 我們現在說 16、17世紀的事情 那時候的人 後來的人去 怎麼會這樣 那時候亂說 來 下一張 我待會慢慢講 先不講這個 回到剛剛那張很漂亮 我們停在那邊 我跟你講 我回來台灣 回到上一張彩色圖 比較好看 我參加一個團 我想說 哎呀 那時候台灣 經濟不錯 那時候 很多歐洲團 我想說 最怕就參加那個採購團 每一次都到處去買東西 一罐我買 所以我就找 好不容易選到一個 那個 台南有一個退休老師 整個學校的老師都退休了 存在一起去歐洲玩 我想 加入這個團沒有錯 為什麼 都老師嘛 不是師專嘛 就是師大畢業 參加的那個 應該 應該是不錯啦 所以我就去參加了 就到歐洲第一站就到這裡 第一站到這裡的時候 我就看他這個當然是嚇一跳 對不對 不要看過 就看到這裡 漂亮 那時候又興奮 又覺得敬畏 又覺得 哇 怎麼會這樣 嚇人了 嚇人了 我現在欣賞 在讚嘆的過程中 正常的反應應該是這樣 看他這個應該很讚嘆 不要看過 這都是什麼東西 對 結果後面的老師 裡面 蹦一聲跑出來 差不多是這股 但是跟他 他說 這也沒什麼 這跟台灣廟差不多 比較大聲而已 哇 我怎麼聽 等一下 我慢慢講 你走得很快 沒有錯 我跟你講 聽了這股 我過了人一樣 我就說 欸 剛才那些人在說的 我在找什麼人 那頂都差不多一樣 在嫌反那個導遊 趕快出來 趕快吃東西 我說欸 這種東西你看了 應該很敬畏 覺得 哇 看到偉大的藝術品 我覺得自己很渺小 應該有敬畏的心 應該這個才是真的嗎 為什麼他還有這個反應 我自己也是老師 我就在想 到底發生什麼 那一股話 馬上跳到我腦袋 他講完以後 我就想 去跟他走他 講那個話就是去跟他走他 有沒有 知道糟蹋的意思嗎 糟蹋就是本來是很高的東西 把你放得很假的地方 對吧 把鮮花插在牛糞上 去到糟蹋 把很漂亮的小姐 嫁給一個很 沒有啦 不是這個 女生可能比較有感覺 把很漂亮的東西 放到很低微的位置 要跟他走他 走他 走他又不夠 為什麼會走他 這是老師 如果 如果這群國小老師 受過高等教育的人 是這樣的反應的時候 回到剛剛 我家的小孩子 本來是一個鮮花 上學學校就給我們走他 不是 再好的東西 到他的眼睛裡面 他的觀點裡面 就是這個 沒什麼 變成這樣了 你敢不擔心 這個國小老師 是負責我們教育的 這是怎麼回事 我剛才說那個系統是一回事 但是老師也變成這樣了 這是為什麼 老師看不懂藝術就算了 還給我們走他 我就要想很多事情 其中有一個英文字 就下面那個字 叫trivalize 跳下一頁 make something seems less important less significant or complex than it really is 就是把東西 就是看起來 微不足道化 瑣碎化 不重要化 就是這樣 一個trivalize 再下一張 說到 這我就會想很多事情 這個是那個教堂裡面的 它叫做Pietas 我中間miss掉一些東西 當老師講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想的是什麼 我也從事教育的 這個老師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有幾個結論 其中一個結論叫做 capacity 能耐 然後另外 那個 泰森 你可以幫我跳到那個 英文單字那個地方 我再跳回來 你可以看到那個 應該往下走 再往下跳一下 在capacity 對 ok 我講這個東西 我先講這個capacity 先不曉 英文叫capacity 那我們現在叫容量 或者有的人 在電學裡面叫電容 就是說 你的 可以賺多少的東西 叫capacity 比如說 滿桌的 很好吃的東西 但是你肚子也是這樣 吃下去 吃不下去 頂多吃你能容納的量 那怎麼樣把這些都吃下去 增加你的capacity 增加你的能耐 就可以都吃下來 對不對 所以這些老師 可能遇到這種太大的東西 他沒有這個能耐 他就這麼大 所以用這個去看你的 當然沒辦法 第二個 除了capacity 我們再回到剛才那個圖 另外一個字叫做解碼器 剛才看到那個 對他來講是一個新的東西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把縮很短 我直接講答案 就是解碼器 他看到一個完全不知道的東西 什麼叫解碼器 我們平常從國外買的DVD回來 對不對 不是這個區塊的話 我們放進去亂碼 對不對 對不對 就不能看 除非你把它換解碼器 然後它才會變成清晰的螢幕 你才看得到 所以一樣 這些老師看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人家對他們講是亂碼 所以他需要什麼 解碼器 他不知道怎麼解讀這個東西 所以我今天要給你們幾個東西 從我跟你們講話 你們增加你的能耐 像你之前看的方法 另外一個是解碼器 我給你們不同種的解碼器 你們過去都知道 政治解碼器 對不對 因為民政府的法例 讓你瞭解整個政治現況 台灣人的現狀 這就是一種解碼器 我基本上從藝術解碼器 因為為什麼 會說這種口 因為台灣人太缺各種樣的解碼器 看這些東西都全亂碼 看不見 民青人只能跟人家說 人家就是聽不見 所以這問題我就要給你們解碼器 那我從藝術的解碼器開始給你們 那這些老師也是對他們講是亂碼 就好像什麼 有些人跟人家說一本話 你不會是一個記裡面 就想從裡面找個知智片語 要把它拼湊起來 但是抓不到精髓 但是我一旦給你這個解碼器 去了就整個清清楚楚 比如說看這個 我們現在先不講那些老師 或許你會笑老師很容易 但是你來看這個作品怎麼辦 米開朗基羅的作品 畫筆畫 做雕塑 那看到這作品你怎麼欣賞 怎麼欣賞 不用太努力 你努力也沒有用 為什麼 你們教育裡面沒有這一塊 雕塑 停在這裡嗎 這裡的線條是什麼線條 肌肉線條 好 肌肉線條很好 還有呢 大家能夠欣賞什麼 還能欣賞什麼 看到這個的時候是怎麼欣賞 我跟你講很簡單 光 光 不錯 這都是基本元素 欣賞一個藝術的基本元素 但是 只是這樣 表情 慢慢進到一個地位 好 你剛才我們回答的幾個問題 我跟你們做一個結論 基本上我們是製造業者 台灣過去文化就是製造業 還沒辦法進到藝術層次 但是製造業我就用製造業的語言跟你們說 沒關係 我們先從我們懂的開始 製造業要看什麼 大理石 對吧 這是幾顆石頭去雕出來的 一顆石頭 不是拼拼做 以前沒有這種黏著技工 切壞了就完黏一塊再上去 沒有了 這幾顆石頭做出來 如果做不對 重新再找一塊再刻起 對不對 手筋頭也沒辦法 回來了 沒辦法黏著回去 所以這個厲害在哪裡 我們從製造業的眼睛來看 整個焦頭 代理焦 雕出這個就不簡單了 第二個 我再有基本的要求 同一塊大理石 雕出來的東西 皮膚要像 肉要像肉 布要像布 對不對 活人要像活人 死人 要像死人 沒錯吧 光從技術層面 就不得了 一樣一塊大理石 你要有那種布的感覺 要有皮膚 人的肉的感覺 我們現在還在講製造業的水準 要求 這幾樣都不得了 同一顆石頭刻出來 然後 要有不同的質感 對不對 光線是後來產生 你在雕的時候 暫時不討論那個 但是我們從藝術家的角度來看 就是這樣的 OK 那我們還要求什麼 製造業 那我們進一步 我們現在進入到服務業 台灣進入到服務業 服務業是什麼 經常做媒體 動畫 電影 對不對 那我們就用電影來講這個 我們看過電影海報對不對 電影海報都在找什麼 劇照 對不對 才能吸引人家來看 劇照可不可以是影片 現在YouTube不算 但是以前在二度空間的時候 是你許願一張最好看的 定格 定格之後再拍給你看 他不可能連續給你100張 你沒時間 你看一張就要看到喜歡來買 所以選擇那個照片的人就很重要了 我電影那麼長 我要選哪一個場景 來代表新的作品 這就是多媒體的世界 對不對 牽扯到服務業 服務業就牽扯到形象 形象是想要視覺 視覺就想要選那個點 對不對 要定格 這麼長的電影 兩個小時 你要定格在哪一點上面 一秒鐘 那一點要定什麼 所以雕塑架就做同樣的事情 對不對 你可以雕很多 還沒有放放到一半 死人人要扛來你這邊 都可以 那為什麼是停在這個點上面 這才是重點 那就錯了 那解讀就錯了 你看 我不能說你錯 但是有一部分對 但是不 我這樣講好了 不講錯 就是部分對 沒有錯 但是不是慈母 這個要講 我們要講那個是另外一個層次 我們先聽說定格這邊 他就要選對的時間 他表情也要對 對不對 表錯情的電影不能看 對不對 明明應該背上你一個偷笑 這種電影不能看下去 所以他一定要選一個最恰當的表情 表現出來 雕塑架就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他是固定的 不動的東西 一定要找一個最高潮點 就那一點 然後努力的把它雕出來 好了 現在下一步 你看他講說慈母 誰啊 這裡面角色你都還沒有確定誰是誰 怎麼馬上就解釋成慈母 誰知道誰跟誰 怎樣 母跟子 是沒有錯 講到對 那是哪一個母 哪一個子 隨便一個母親 隨便一個兒子 就這樣刁嗎 這個人為什麼死掉 這樣就不夠 所以我們的資訊有限 還不能下判斷 我們就是猜 可是猜不能真正去欣賞東西 我們做事情就是這樣 我們台灣人真的要有 但是你真正的knowledge沒有 你要先去研究 他是誰 他是誰 在這裡做什麼 為什麼這樣子 在座有沒有知道基督教的 知道的警局是什麼 有概念的 沒有幾個 所以我要講 這就是瑪利亞 這是耶穌 耶穌定十字架以後 被放在他的手上 瑪利亞看到他死掉這個兒子 就這個表情就停在這裡 那為什麼這樣子 代表死亡 沒有沒有他沒有要代表死亡 來這個很複雜 所以我一定要給你們解碼器 但是 所有你要研究西方的歷史 藝術史 有一個一定少不了 叫什麼 基督教 你如果不懂基督教 這個根本都看不到 因為你故事也不知道 它為什麼這樣重要性在哪裡 為什麼會放到那邊 那種礦事巨作 為什麼 不像人家賣名 他是真的到這個位子 你聽我慢慢解釋 在這之前你給我七分鐘 我先講什麼叫基督教 大部分的人對基督教都沒有概念 對不對 我跟你講基督教是什麼 不是勸人行善 很多人就覺得宗教都是勸人行善 對不對 我跟你講基督教最主要的重點 全面不是 不是勸人行善 你怎麼弄錯了 你如果以為基督教就是勸人行善 那你就走錯路了 基督教不是在講這個東西 第二個 基督教不是一個精神寄託 很多人說 宗教本來就是精神寄託 怎麼不是 偏偏都不是 基督教不是精神寄託 它不是畫一個大餅 叫你去寄託你的精神 不是 第三個 基督教不是叫你加入一個宗教 說不是 我不是看到很多人加入會 有受洗然後加入教會嗎 不是 那你就說 好啦 老師你點題也點倒 沒有辦法 反向點題 我說不是不是不是 那是什麼 如果這都不是 那基督教是什麼 簡單一句話 救人不死 有沒有看到 救人不死 你不覺得很奇怪 人都會死 到現在為止 我沒有看到活人 永遠活下去 那你要看我定義 我講任何東西都要定義 我們講任何東西都要from definition 從定義開始做 那什麼是死的定義 按照他們原文的意思 死的定義是什麼 他們叫做separation 分開來 兩個東西本來在一起 分開來 很奇怪定義 我跟你講 套上去很簡單 靈魂跟肉體分開就是死 對不對 狼細掉靈魂就離開肉體 就細 另外又怎麼 根據聖基上的定義 叫做上帝跟人分開 人跟上帝分開 也是一種死 一個叫靈魂的死 一個叫肉體的死 那他讓你不死 這兩個事情都要解決 讓你跟上帝的關係恢復來往 那你講到這 我要講一個基本 基督教的概念 基督教講的上帝是什麼樣的上帝 這是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 他是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的那個創造者 他們定義出來這樣的一個上帝 這是基督教的上帝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跟他分開的話 他是給生命的 你跟他分開不就死亡了 separation 那怎麼叫做separation 就是說 那什麼是要活過來 美系就是讓你不separate 不分開 就是靈魂在回到身體 或者你跟上帝的關係再恢復來往 不分開就是活了 就這樣 叫讓美系就是讓你不分開 就有的人講說 我參加過 你們講說不分開 靈魂回到肉體 如果我身體已經火化燒掉怎麼辦 很簡單 那個創造者在做一個身體 你再回去 好 這裡創造一個新的生理 你的靈魂再回去 就活過來了 那另外一個重點是什麼 你跟上帝關係恢復來往 我現在盡量用很快的時間 你把這個講完 我不是要解釋很多細節 所以不分開就是活過來 所以靈魂回到身體 然後你跟上帝恢復來往 現在問題就是下一個問題 那為什麼要分開 基督教你們講人為什麼要死 人被撞造出來的目的是要死的嗎 說不是 那為了什麼死 簡單一個講的就是叫醉 人的醉 因為醉造成什麼 我們死亡 那為什麼醉會造成死亡 這是下一個問題 先講醉是什麼 醉在生意上的定義是什麼 又講到definition 定義就是射箭 沒有射中靶心 好奇怪喔 你講醉好像是不能偷人家東西 不能殺人 不能什麼 可是他講的醉不是什麼 射箭沒有射中靶心 好抽象的觀念對不對 意思就是上帝說 這個可以做 你要去做那一件 你不去教他這樣做 其實差0.01也是醉 所以按照基督教的講法的話 有幾種罪喔 一個 你從小 小時候如果犯過一次就是犯過了 沒有什麼說 小時候的事情 放不記得 沒有這種事情 做過一次就是做過 你就已經是有罪 還有另外一個觀念 對罪的觀念 基督教的觀念 我現在講基督教的觀念 然後另外一個是什麼 它不光是看中你行為 你心裡面在想什麼 也會產生罪 所以聖意上講什麼 你見了人就恨人等於殺人 見了婦女心裡動了一念 犯了奸淫 哪些標準的話 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是沒有罪的對不對 所以每個人都該死啊 所以因為這樣的罪 那為什麼人該死 為什麼有罪這件事情造成人該死 又要講到另外一個定義 因為這個創造者本身是一個聖結的 Holy 所以聖結他又是公義的 他碰到有罪的事情 他會做一件事情什麼 跟你的關係切開來 他不需要去殺你 他就是跟你分開來 因為他是聖結 你是誤會 因為犯罪了 那他是公義的 照公義他就要審判 審判就是你犯罪 他就要做這件事情 那什麼叫公義 就是justice 公義就是賞善罰惡 你做對就獎賞 做錯就懲罰 那懲罰的方法就是讓你跟他分開 你就經歷死亡 就這麼簡單 那現在問題來了 有一個公正的法官坐在這邊 然後一個一個犯人帶過來 這個假偷了麵包 三個月徒刑 那個殺了人死刑 第三個送來 判不下去了 為什麼 送來的是他兒子 他們兒子快送來 那這個法官可不可以說 這是我兒子 真是耍 可不可以 不可以 為什麼 因為他是法官 他如果這樣子 他就不公義 他就違反公義的本性 但是他又判不下去 為什麼 他對他有愛 這是我兒子 所以他就卡在一件事情 英文叫什麼 delima 就是卡在兩件事情上 沒辦法做決定 我現在這種寓意 他不是真的上帝 沒有什麼猶豫不決的 我只是用這樣來解釋給大家聽 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 在法院裡面 犯人要怎麼樣才能離開監獄 人家保釋 對不對 要誰可以來保釋 是不是犯人之間互相保來保去 然後帶一起出去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罪 你也有 該官他也該官 不能保出去 所以是怎麼樣 沒有罪的人可以進來保人出去 對不對 那誰沒有罪 全世界人都有罪的時候誰來保你 最後怎麼樣 法官自己下來 所以聖經上講說 耶穌道成肉身 以人的樣子出現在 就是來到世間 目的就是為了人 付上贖罪的代價 他就是保釋的行為 所以耶穌來的目的就是要死 可是如果他死了就死了 就死了 因為他也是人才會死 所以他還做一件事情很重要 叫什麼 復活 耶穌還要在復活 這就有意思 復活在證明什麼 他是神 他不是人 他可以勝過死亡 你才可以 因為他的關係也勝過死亡 他又是一個宗教領袖 他也是人 所以基督教的核心 你要毀掉基督教其實也很容易 說耶穌沒有復活就好了 基督教就毀掉了 基督教的關鍵核心在復活這件事情 所以我也不是牧師 我也不是傳教師 我只是一個藝術家 我教藝術史 但是這是一個解碼器 再回過來看這個作品 OK 好了 現在發生事情了 瑪莉亞是她的媽媽 不是真的媽媽 真的媽媽她叫聖靈感運 如果是人的性行為產生的話 就帶著罪 那耶穌是聖靈感運 所以不帶著罪性 所以她是無罪的人受死 不是有罪的人該死 所以她被釘死之駕 然後後來死掉 現在放在她媽媽的懷裡 所以這時候瑪莉亞 心中的挫折很複雜 第一個 上帝透過她的身體生出的兒子 她以為她是她的上帝 所以她一輩子都很尊重她 對不對 又是我的兒子 又是我的神 既然是神 怎麼會死在我的懷裡 她那時候有很多的掙扎跟崩潰 不光是她的兒子 你剛才講說慈母也好 但是不夠 她之後發生一個她信心的危機了 我過去所相信的這個上帝 怎麼會死在我手中 她是聖靈怎麼會死 她的心裡很掙扎 她等於是她整個信仰系統會崩潰 她就在那個剎那 所以她表情不是枯萎 也不是憂傷而已 很複雜耶 當我講這麼複雜的問題 再回來看她的表情的時候 這個表情就對了 這就真的是很厲害的導演 給她這種表情的時候定格 這才是欣賞藝術品 對吧 當你知道這些故事的時候 你就覺得這個藝術家 用這個處理方法是恰到好處 恰如其分 高手中的高手 你要知道整個基督教的那種神學背景 要加上藝術上的功力 要產生這種藝術作品 礦式居足 這樣會欣賞 這就是解碼器 那後來下一張 這是更具體的看細節 耶穌後來會復活 她不知道 她復活後來知道 她很高興 說耶穌復活 但是這在那個剎那 信仰的那個關鍵點 所以她的表情好特別 沒辦法那麼容易講 下一張 這就有趣了 這就復活了下一張 就復活了 耶穌後來不是定時價 後來又三天以後復活 復活發生什麼事情 她顯現給她門徒看 但她門徒都不相信 說你是人還是鬼 她說鬼不吃東西 不然你魚拿給我吃 餅子拿給我吃 她就拿來吃 也喝了酒 裡面有一個人叫做多瑪 Dalting Thomas 那我如果沒摸到 都沒尊神 那只看到而已 我才摸到 眼見人為品不夠 我還碰得到 她說不然你來摸 所以她就很誇張 她真的去摸 那釘成那手 她說還有那個樂下 樂下就是耶穌那時候 被釘十字架的一個故事 她被釘的時候 十字架的刑罰蠻殘忍的 讓你調到死 後來確定你有沒有死 她就拿槍刺到這個地方 你如果流出來的東西 是 血跟水 這表示什麼 血小板分開 這如果懂的醫學就知道 人真的死的時候 那個血小板跟組織液會分開 分開就真的死了 被人拿下來 所以那時候她就要去check 她的洞 當然這個 這個叫 Caravaggio Caravaggio畫這幅畫 他這個藝術家 是另外一個藝術家 比較誇張的藝術家 他喜歡誇張的表現 這個是誇張的表現 不是真的這樣 但是他這個畫 你看的時候你看不懂 對不對 你如果不知道我剛才講的故事 看不懂 那你如果知道他的題目 也看不懂 他叫Doughton Thomas 多疑的多馬 所以你要回到那個故事裡面 才知道這個故事 好啦 現在解完了 給你們兩個解碼 請下一張 好啦 我們現在給你的capacity decoder 好 下一張 再下一張好了 我們先跳今天的 講到capacity這種東西 裡面牽著了一個 怎麼樣增加你的能量 能量capacity 要增加一個東西 叫語言 比如說 我懂的英語 法語 德語 日語 我的世界 我所了解的世界 是不是比你只懂一種語言的大 只要不只懂一種語言的大 因為我收到的資訊 是多樣化的 對不對 沒錯 大家有懷疑嗎 沒有 但是語言不只限於講話的語言 還有什麼 聽的語言 視覺的語言 還有肢體語言 還有嗅覺 像法國人嗅覺的語言 肢體語言 不同語言的人不能對話 所以那個小孩子如果是 肢體語言為主的人 他到小學裡面 就不要讓老師壓迫 做好 整堂課不准動 對不對 以前就這樣子 做好 可是他肢體語言的小孩 他是透過肢體來瞭解事情 我們小孩子有很多種 有一種透過聲音來瞭解事情 他沒辦法上課 他不能看東西 有的人是要看才可以 他沒看到 他就不能解數學題目 有的人要靠聽 有的人靠視覺 有的人靠肢體觸覺 每一個人的能力都不同 我們人不是做的都 趕快跟罐頭做出來 不是這樣 但是我們教育制度不是 我們在國中畢業 高中畢業 限制一個標準 所以你數學一定要做到什麼 國外的教育不是這樣子 他沒有很多課程 比如說你如果數學走得快一點 數學就走快一點 英文慢一點 等你兩年 沒關係 每個人學習的節奏不一樣 怎麼可以用同一個節奏來考試 不公平 所以結果也是不對的 所以你要順應人 不是人 你要去適應人 就把人當人來處理 不能把人當機器來處理 這不同的觀念 講到capacity 你要增加語言 隨便講 視覺的語言就很多 有色彩 有線條 剛剛有人講線條 有人講光線 有人講很多東西 視覺的語言還包括什麼 你能看到東西 就能解讀的語言 音樂也是 你要什麼音樂都聽 不能只聽一種音樂 吃也是各種食物都吃 不能講中餐 日式料理 意大利 你不懂這種語言 就不懂 你說我也要吃 Pizza 好 我會吃Pizza 你真的會嗎 怎麼樣吃Pizza 怎麼樣的Pizza 還是真正的Pizza Pizza吃得像意大利人吃的Pizza 還是說你自己 套到長個形狀一樣 就叫Pizza 我真的回到台灣 我適應很多新的東西 包括麥當勞的麥當勞 不像麥當勞 或者說Pizza不像麥當勞 因為它裡面放了很多 它們說和風味的 那個Lamme local的味道 醬料都不一樣 但是都OK 但是我只是希望說 大家增加不同的語彙 所以終極我們一生 我們多去認識不同的音樂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我現在來講 所以現在不同語言在溝通的時候 會產生一個問題 我們剛才講的language 當然越多越好 但是不同的語言也沒有辦法溝通 我舉個例子 民政府在講法理的語言 可是很多人進來 是帶著其他語言進來 無法解讀這個東西 像什麼 他用競權的語言 用精權的語言 用權力的語言 來看你們這群人在做什麼 因為法理的語言他不懂 所以他遇到困難 他只好離開了 要不然就進來用他的語言 在玩這個東西 我不要講太深 跳下一個 語言 比如說我會講英文 你只會講good morning this is a pain 有夠 那些都會講英文嗎 當然不是 英文裡面很多的智慧 所以你不能說我懂得 牛排誰不會吃 熟成牛肉你會不會吃 一克三千塊 我說不要吃 吃了 你不懂得欣賞就糟蹋 三千塊被你糟蹋 以前我們台灣很好吃的時候 紅酒很多 哇 我喝多少 幾萬的紅酒 錯了 好幾萬的紅酒被你糟蹋了 因為你不會欣賞紅酒 你把他灌下去 那怎麼叫做你會吃牛排 怎麼叫做你會喝紅酒 不會 就叫做語彙 你要知道裡面的vocabulary 越多越好 對不對 那個量夠了才叫做你懂這個語言 那很多種語言才累積你的能耐 你有能耐才能看這個 過期台灣人叫限制限制限制 所以你看到世界的時候就看不見了 我們限制在哪裡 我們被限制在中文的世界裡面 所以你對整個歷史的觀點 是透過語言來認知的時候 這個語言就成為你的限制 他用中文幫你喊著 所以那時候 中國人來台灣做第一天台語 不准你講台語 不准你講日語 對不對 你已經被人家拉到另外一個場域來玩了 這都是你不熟悉的語言 你怎麼可能跟他競爭 對啊 那時候就把你的都斷根了 所以不是台灣人不夠 是我們去放在別的場域去跟人家玩的 手腳都把你拔掉在那邊跟人家玩 所以語言是很可怕的東西 語言可以限制你的思想 語言可以控制你 語言剛剛讓你一開始就輸掉了 所以過期很多受日本教育的人 來到新的講北京的系統裡面 律師就不見了 我過去學的都沒有用 他用這個把你繳械 他就容易控制你 你的小孩子在用這個語言 你連下一代都被你控制住 所以說語言很重要 現在了解了 我這樣一部一部 從藝術可以解出很多東西來 下一張 我現在給你 剛才我給你們宗教解碼器 我現在 我先給你們一個立體畫派的解碼器 再丟幾個解碼器給大家看看 來下一張 我們看到那個藝術品的那個部分 來下 好 這個是另外一個解碼器 來 好 我們剛才看到那個藝術作品 大家再穿一下 這是什麼 在他那個附近 在羅馬的廣場上面 有一個水池 你看到水底 又是看不懂又看不懂 哇 壯人男生 這是什麼東西 好啦 我直接給你們解碼器 這是河神 那時候義大利是帝國 羅馬是帝國的時候 帝國都喜歡做帝國的事情 不是我們這個小國可以了解 帝國什麼 展現它的國威 所以他做一件事情 他把世界各地的四級的河神 給我抓到他的廣場 把他做了一個水池 讓他們在那邊噴水 河神啊 你知道嗎 比如說尼羅河的河神我就要抓來 多瑙河的河神 歐洲河神被他抓來 南美洲的河神就抓來 都抓到他做一個水底 這是尼羅河神 類紀它是符號的寫著 不是說真的是這樣子 他就說我展現出我國裡地的話 河神都在所做 以前的河就是文化的發展 生命的命脈 你的生命命脈給我扥著手套 你會表示我是帝國 我帝國才可以做這件事 你小國家做這個就沒有意義 菲律賓做這個就沒有意義 菲律賓做這個就笑死人 但是羅馬那時候真的帝國就做這種事情 現在會看 下一張 後來法國人也學這一招 法國人做什麼東西 巴黎鐵島 艾菲爾鐵島 艾菲爾鐵島 艾菲爾塔爾 1889年的時候就去好了 以前的法國 這是現代法國 以前的法國的時候 大概是人類蓋起來最高的人造的建築物 平地起 不是在山上蓋還不算 平地起的建築物 1889年在萬國博蘭會的時候展出來的 這個宣告一個什麼 法國說我們新的帝國起來了 過去你們是化帝為王 戰帝為王 越大越叫帝國 但是我從現在宣告新的帝國叫做三度空間帝國 誰能掌握制空權才是真的帝國 你們的貴旗都不算 果然沒有錯 帝國都過去了 新的帝國叫做掌握制空權 所以過沒多少他們用飛船 用飛機 掌控天空的人 掌控國家 他說我們才叫帝國 有厲害嗎 他也是四隻腳 一樣是地的四級 所以巴黎鐵條有幾根腳 四根腳 但是他是用抽象的語言表現出來 看不到 我現在就是給你們解碼器 現在看得懂了 再下一張 工業技術那都不用講 60年以後 有一個新的帝國又興起了 這次不光是天空 他一打打到外太空去 叫什麼 美利堅合中國 阿姆斯莊 阿波羅 一陣子大家都看過 直接轉播的時候有看過舉手 欸 不錯 那時候小學六年級 我有看過 那時候第一步 人類第一步 他表示什麼 他的技術在1960年的時候 就已經打到太空去了 他宣告一個新的帝國 是自宇宙的帝國出來了 來 下一張 來 再下一張 抱歉 我跳到那個紐約 後來有沒有紐約那一張 抱歉 幫我跳一下 我現在底都掀開來給你們看完 回到上一張 再前一張 對對 這是紐約 你看看 這是紐約以前18多少年 你看那個電線桿嚇死人 有沒有 電線多到不像話 那很難想像 以前電線桿這樣 一二三四 二十幾條 整個城市裡面大概都是線 很誇張 我們現在想說無線電話也差不多這樣 如果是具象化就變成這樣 後來紐約變這樣 在1907年的紐約 1907已經這種高樓 大家已經鋼鼓結構了 我們1907還在做什麼 轉化 轉化 這現在也紐約 只是我來講這就是帝國 帝國就這樣 什麼東西都走在頭上 好啦 回到我解藝術碼 回到剛剛最前面的藝術作品 好 我們再跳幾張 這是早期人類的藝術 這是一萬五千年到一萬年前 上過台灣史的 你就大概知道這個 來 下一張 這是以前傳統的藝術 我們剛才看過這個 看過這個壁畫 然後那個時候Rococo的時候 然後不同時間的壁畫 都是有一個問題 發現什麼 這些畫都有一個共通點是什麼 定格 像照片 對不對 大家都像照片都不動 即使坐在球前上也是不動 就是定格 好 下一張 然後慢慢走到印象派 印象派就沒有那麼寫實 有種感覺 那我們台灣的藝術欣賞 大概就停留到這個階段 好不好 那個手機可能是要停一下 來 下一張 可以到後面去講 來 下一張 這是誰 皮卡索 1901年 02年的時候他立體畫拍出來 他在畫什麼 他在畫什麼 在看有沒有 大家看得懂嗎 美女喔 覺得這漂亮的人請舉手好不好 很醜嘛 用抽象 什麼叫抽象 感覺 這個一點都不抽象 我跟你講這個是很具象的話 人家都以為皮卡索畫抽象的話 錯了 他畫到具象的話 那怎麼看 在哪裡看 看不見 來 又回到小朋友 我講的課都一個串一個 這樣可以看嗎 一個人的臉 你看我的臉是這樣 可是這邊也是啊 你在同時看我的時候 我這邊也是我 這邊也是我 上面也是我 對不對 從不同角度 時間固定 不同角度看的我 是不是就 我鼻子從這邊看 從這個角度看 可不可以 都可以啊 觀點改變 但是同樣一個位置 可以看了嗎 水不是這樣看 這樣也是啊 這樣也是啊 同樣是一杯水 不同觀點看出來 結果就立體畫拍 那邊看 很簡單 立體畫拍也不是突然變這樣子 它也是慢慢一步一步造成 但比卡索講過一句話 他是跟人家偷的 他偷誰 賽上 來 看下一張 賽上是另外一個藝術家 他早期是畫這種畫 蠻寫實的 來 下一張 他住在這個山的前面 叫Saint Victoria 毛騰的前面 他後來晚年的時候 搬到這個山的前面 每天都去畫那些山 來 下一張 他畫後來是氣笑的嗎 你把你揮起來了對不對 揮起來了對不對 正常的山是你們前面看的一張 可是他畫成這個樣子 幫你們解碼 大家寫生過的請舉手 有出去寫生的 好 請放下 你寫生的時間是多久 兩個小時 有人更短了嗎 有沒有人一個小時寫生的 二十分鐘 有沒有一分鐘 有沒有一秒鐘寫生的 徐老師就揮起來了 那邊一秒鐘寫生 我跟你講 我們剛才前面的那些畫 全部是一秒鐘寫生 我們剛才前面的畫 全部是一秒鐘寫生 對不對 是不是定格 剛才前面的畫 是不是一秒鐘寫生 我那時候 被老師帶去畫 郊外寫生的時候 你很誇張 早上畫畫中午 太陽都到上面 我說你在畫什麼時候 還在早上八點鐘 太陽還是寫照 烏手 日文叫烏手 烏手八道 你在畫什麼 我看了跟你畫的都不一樣 那你到底在畫什麼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寫生的人 怎麼還在寫 早上八點鐘的狀況 太陽的影子 都從 有影子變成沒影子 你為什麼還在畫影子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這表示什麼 你看的東西都固定 可是時間在改編 你並沒有紀錄 那你是在編謊言 不是嗎 之前我們看的那些畫 少數都要幾個月完成 幾個月天氣都不變 光線也不變 然後你畫幾個月才完成 那藝術家在做什麼 被騙 對不對 我們都被騙了 那時候也沒有相機 你畫一個月的畫 畫兩個月的畫 畫這樣子 所以賽上就做一個很正常的事情 他很老實 所以他在調顏色的時候 看到這顏色再調掉 放上去 再下來的時候 顏色變了 因為一躲雲過來了 再調另外一個顏色再放上去 所以產生這樣的畫 會看了嗎 所以你應該想說這幅畫是什麼 是真正的寫生 它是延續幾個小時或幾個月的紀錄 放在這裡 你的觀點不動 時間在變動的畫 叫自動畫 叫動畫 那剛才回到皮卡索 皮卡索就偷他的 皮卡索怎麼偷他的 回到皮卡索 來抱歉 台生回到皮卡索 對 不不不 皮卡索是什麼 時間不變 觀點改變 現在你了解嗎 他沒有直接偷 直接偷就 他偷的很有技巧 對不對 一個是觀點不變 時間在變動的畫 給皮卡索一個靈感 皮卡索就開啟了這一扇門 就是說任何事情有不同的觀點 結果沒想到這個觀點產生 潘朵拉的盒子被打開了 妖魔鬼怪的跑出來 我講話沒開玩笑 來接下去 來回到 這個下一張 再下一張 什麼叫妖魔鬼怪的跑出來 對任何事情都有觀點的時候 很多史學家就說 以前你們寫歷史都是哪個王打敗哪個關 建立哪個王朝 怎麼是這樣 我們就平平不是這樣 我 印第亞人寫歷史跟美國人寫歷史不一樣對不對 觀點不同 男人寫歷史跟女人寫歷史一定不一樣 觀點不同 對不對 所以歷史就產生很多種可能的歷史 物理史 化學史 醫學史 藝術史 音樂史 哇各種史就跑出來了對不對 少數民族自己寫自己的史 史觀改變嘛 觀點不同嘛 所以他以後人說 畫畫一定要油畫 放在油布上面 沒有啊 各種都是油畫 有人說大地是我的畫布 我插壁雷針 雷打下來 老天爺幫我打 幫我畫 對也可以 他叫大地藝術 大地藝術比較誇張的是這個人 他就從山上拿一個推土機把所有泥土 推到海裡面 繞了一個圈圈 有厲害嗎 這叫概念藝術 現在的圖片和以前一樣就是這樣做的方法 沒有了耶 換掉耶 藝術也有人把卡通直接畫出來 藝術還有什麼 有人說藝術就是概念加上視覺 加上 那我就把它全部拆下來可不可以 然後 椅子 椅子就是真的椅子放在這邊 圖片的椅子放在這邊 椅子的定義放在這邊 好不好玩 開啟的潘多拉盒 下一張 有的人行動藝術家 這是一個島 准在那裡小隻 你看看不誇張這種藝術家 他不光是有想法還有決心耶 不光有決心他還要去fundraising 他還要去籌款去買 那個藝術家沒那麼多錢 他一定是把他的project 他的案子告訴很多人 然後人家支持 然後他花那個錢去買這些布 布要漂在海上面 河流上面 而且這河流在流動耶 這也厲害 在技術上也是不得了的東西 他把整個島 用粉紅色的布圍起來 厲害嗎 很主要概念藝術 來 下一張 那後來 藝術的定義如果全部解開來說 還可以做什麼 有機關呢 叫做Jackson Pollock 波洛克 Jackson Pollock 用傻的 很噴耶 那還有什麼 純抽象 Sight Trumbly Richard Dippincourt 不同的藝術家 他創作各種不同的形式 已經 你這才叫做抽象藝術 OK 真的無像 你剛才講說什麼叫抽象藝術 皮卡索不是抽象藝術 他是抽象 他真的完全抽象 對不對 有一個人是純概念 算不算抽象 行動藝術 來 下一張 把它放大給你看 我以前是看了這張畫 才跑去唸藝術 我本來學電腦 後來唸氣管 再唸藝術 再唸比較宗教 我唸不同的東西 可是唸藝術是因為這一張畫 我去摸吧 去看這畫 看了下一條 一直哭一直哭 然後後來我就走出藝術 來 下一張 抽象表現主義 William De Gugney 抽象表現主義 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看什麼 黃色小鴨 瀑瀑藝術那種東西 就是因為它造成的 瀑瀑藝術怎麼產生 有聽過瀑瀑藝術嗎 瀑瀑藝術 瀑瀑藝術 瀑瀑藝術就把每天 日常生活的東西拿出來放大 對不對 黃色小鴨放大 你就覺得了不起 奶嘴放大 人家老早的曬衣甲也放大 人家瀑瀑藝術 瀑瀑藝術 是這個的反動組織 藝術發展到後來以後 美術館裡面都放這種畫 大家都看不到 這是什麼東西 可是這叫權威 而且賣得很貴 所以有另外一批藝術家說 我在稀小看你這個 所以他們就把日常生活的東西放大 叫做瀑瀑藝術 就是這個抗議這個成為權威 結果曾幾何時瀑瀑藝術也變成一個權威 來 下一張 瀑瀑藝術就是什麼每天 Campbell Soup 外國人每天喝湯 就是用這個罐頭打開來加熱就喝湯 他就把這個畫出來 他本人都不用畫 來 下一張 瑪葉聯盟錄是被消費的視覺東西 他說如果藝術品就是被消費的視覺東西 那我就印出來給你 簽個名就好了 大量複製就好了 下一張 還有這種比較高級的高檔的 不要去看黃色小鴨好不好 那最新型的 同樣瀑瀑藝術有這種比較高檔的貨 好不好 這是Jeff Quinn 這個狗 可愛嗎 可愛嗎 阿嬤覺得可愛 很漂亮 小朋友這麼大一點 同樣是瀑瀑瀑藝術有品味的 下一張 他們就把每天報紙上看到的漫畫 連載漫畫放大 Roy Lichtenstein OK 下一張 我們現在要講50年60年代的美國 就已經這樣 概念上是新的 好了 講到這個 我們剛才講了很多 這個字一出現 他們就去往那個上面講 來那個財神 你先回到剛才那張 他停在這邊 待會再進到生存解碼 好啦 我給你們很多解碼器 都短時間 你們不可能一下子完全吸收 自己回去 回來看我的film youtube上面都可以查到 講到這個 其實還是要拉回我們的概念 我為什麼講這些課 就讓台灣人 從過去缺財背 我就短時間給你們栽培 給你們解碼器 增加你們的忍耐 或我講話的內容 你們今天上完這堂課 已經跟你過去的你已經不一樣了 你們已經開了 因為這些概念 你改變了 你在另外一個新的角度 來看回台灣 看回我們四周圍的所有事情 但是我要講一個事實 就算你看得懂又怎麼樣 就算你看得懂 你厲害 又怎麼樣 你能改變現況嗎 可以喔 法理喔 但是我要講說 是什麼 我們要一個正確的觀點 不管你什麼事情 怎麼在那邊揮啊揮啊揮啊 回到一個基本原則 就是我們要生存 我用生存解碼器 我們要了解什麼叫生存 我講一個簡單的概念 我們剛出生的時候 我們有些嬰兒 我們怎麼知道自己存在 透過媽媽 對不對 我肚子餓哭 媽媽給我餵奶 給我啟鈴 我耗給我笑 拍 然後我就慢慢建構自己是誰 這件事情 等到我知道我自己是誰 下一步是什麼 爸爸也來跟我玩 兄弟姐妹也跟我玩 我慢慢認知自己的範圍越來越大 透過各種不同的互動 來產生對自己的人質 我就慢慢產生了什麼 存在感 存在感是什麼 就我知道我這個人存在 存在感越強的人 就越有信心 越有信心 學習力就強 學習力強你的競爭力就強 競爭力強你這個人 就到哪裡都可以活得很好 這個反面就是不斷的心深陰弱 什麼樣的弱 比如說我小孩子拿出去 我會劇力打 我會耆凹 莫名其妙 你在認知自己的過程 在形成的過程當中 遇到完全反面的力量 反面的解釋 這什麼狀況 所以慢慢就建構不出來 你的存在感 我以前去過育肉院 帶過很多小朋友 辦過活動 給他們吃和玩 可是總是有幾個躲在桌子底下 不要出來 我後來才知道他們是受虐兒 因為他從小被虐待 所以即使後來慢慢被人家帶出來以後 他不希望你知道他的存在 雖然大家玩得很高興 他也嘴巴繼續吃他的糖 但他就要躲起來 當作我不存在 那就是受虐兒的結果 因為他當在行程的時候被否定 他跟媽媽要東西的時候 給的是反面的東西 台灣人就是這樣 我是台灣人 啪 你是中國人 我是台灣人 啪 我中國人 他混淆了 他在形成他的自信的時候被否定 我們台灣人就是受虐兒 我們現在大家都是受虐兒的心態 你沒有一個像是帝國的思想 你是受虐兒 你當受虐兒是自己選的嗎 不是 是因為我們戰敗 我們戰敗 所以我們被人家... 可是 你要刺起來 所以我講到最後 我再跳另外一句 不要再講太悲情了 我跟你講 生存這個東西到時候是很殘酷的 印第安人就算他知道他自己擔 OK 台灣人最後知道自己是台灣人 不過摩殺人之後又怎麼樣 難道你就可以有競爭下去的能力嗎 沒有耶 印第安人知道他是印第安人又怎麼樣 最後不是養白人的鼻息可以活下來嗎 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要講到一個很殘酷的事實 這是生存競爭 台灣人是M174的後代 你怎麼存活下來 現在當努力來使用的時候怎麼樣存活下來 這才是重點 我剛才講說 慢慢在形成存在感的時候 慢慢有部落跟部落 部落都打來打去 大的部落有存在感強的就打掉弱的 就把他趕走 要不然就全部殺光 可是部落跟部落做的時候 他早期是把對方都殺光了 然後土地 水 資源都佔人自己的 可是問題是 我覺得這樣不太對 全部殺光以後自己還是要派人出去做 所以他做一件事情 他就把把我打 把我打的 比較聰明的都抬掉了 但是老弱父母給你留下來 為什麼 要繼續工作 你把我靜走之後 基因我再收回來 這個土地你就當我奴隸 你去做 台灣人就是這種的 我給他一個名字叫資源回收人 我們都用資源回收掉了 因為你沒有聰明才能挑戰這些人 聰明的都在日子把共產黨抬掉了 台灣人的經營 要不然都出國 不願意回來了 我們老的家 繼續被人家這樣子 explore 對啊 就是這樣 但是我現在有一個機會 法理可以讓你偷偷起來 就回到正常地位 我現在來說生存進生 台灣人更糟糕的是 明明跟你講法理 你還想自己中國人 還要挖中國人 這跟台灣人就是 我跟你講 台灣人再繼續說這種事情 甚至於天使都要替你哭泣 你都不是中國人 你明明是符合謀殺人 你又認同那個文化 人們再跟你照顧 再繼續當奴隸 一代又一代 很慘 人們真慘 這次講到很殘酷的事 就是生存的競爭 生存的競爭本質從來沒有改變過 就是大欺小 強欺弱 台灣人要兩千萬人就變化了什麼獨立 我們現在只能說 找一個我們能夠活下來的地方 保持我們的後代 賣金 中國人大量的給你進來 你就會被消滅了 就要種族屠殺 需要殺人頭 不用啊 大量人進來就好了 中國人就這樣對付西藏的 大量人進去 不逼著西藏人要逃跑 逃到印度去 保持他的種 台灣人過去也是這樣 中國人來說 你不能叫多新人 我可以講 那是發自肺腑裡面 父母親那一代 告訴你 你就剩下這一點人 不要讓人懶 又懶就沒了 這是一個很 怎麼講 很卑微的訴求 叫我們不能去 帶給中國人 外星人就是這樣 你可以嫁給日本人 也可以嫁給日本人 因為其他人對我們沒有土地的野心 可是你嫁給中國人 他們對你的土地有意 你嫁給美國人OK 因為他們沒有企圖要把你吃下來 可是中國人有 有 有你又跟他淋 淋到背後你就沒了 你那後代連自己的identity都沒有的時候 你就消失了 遊戲規則改變了 直變 量變變直變了 對不對 我們現在就是這樣 好不容易在發力把你叫出來 叫脆 我們現在在做這件事情 我在那邊 我不管怎麼樣 就一反覆的在那邊上課 就在講這件事情 讓你們看有別的這件事情 為什麼核心現在重點在哪裡 為什麼台灣人一定要知道這件事情 想辦法告訴其他人 那些我邀請來不來的人 就是支援回收人 明天再到一個上班 我問你了 要聯考了 那我時間來 破載沒結了 好 我們台灣人要救了 就是這個時間點 唯一的一條路 乏離 讓台灣地位正常化 回到日本裡面 日本過去對台灣 經過土普斯田的統治 只來了35萬人 中國人來幾百萬人來 千萬百萬人來 就是要跟你攔 日本人還尊重台灣的文化 我那時候 你上過台灣史看過 日本怎麼尊重台灣文化 他保持有當地的文化傳統語言 都保留 他是慢慢把你說服 希望他成為一部分 就像對愛奴族北海道的人一樣 一樣 要尊重當地人的特殊性 但是我們法理上屬於日本帝國 你被比較先進的國家保護 說得不好聽就是這樣 對不對 你台灣人聽過 你不想說 我都要對誰 我當然要對美國 也要對日本 哪有人往末流國家去對 那很奇怪 他們來統治台灣 就是用信誓 用宗教 用語言跟你統治 這不可以跟你打 你我這麼小 他只要來灑精子就好了 你都變成他的人 怎麼這麼容易 你都沒想到 人家把他拔下去就好了 都變成他的人 我們真正的M174 我們是平坡做和高山做的好代 這個血統要保護住 這是生存的競爭 殘酷的事實 那你如果還覺得中國人 不然我們的矛盾會產生在島內 人家戰場明明是在怪國 戰場刷來台灣 所以讓他清楚我們自己是誰 搞清楚自己是誰 來 下一張 我講太深了 講太多了 這就叫存在感 個人群體國家 努力的自由買東西 FORMOSA連累 下一張 我基本不講那麼多 剛才講到鬼附身 我怎麼不講過一個簡單故事 耶穌趕鬼 他那時候來到格拉森這個地方 然後有一個人被鬼附身 跑到耶穌面前 耶穌問他說 你叫什麼名字 那人說不出來 為什麼 他被鬼附身回答說 我叫群 結果耶穌說 從這個人身上出去 趕走之後 你真的就醒過來了 就知道自己是誰 台灣人過去了 你叫什麼人 中國人 為什麼 鬼替你回答 鬼是誰 中國鬼 為什麼中國是鬼 因為他是流亡難民 他這個國家已經死掉了 可是他這個政權 還繼續流亡到台灣 這不是他的土地 他叫鬼是嗎 人 鬼是沒有身體 他找身體 台灣人被他找到了 台灣這塊土地 就附在你身上 所以他替你回答你的名字 你還用中國的名字 要加入聯合國 還用中國的名字 還用台灣人更可憐 中華民國旗 還用聯合國 是不是 我說你被鬼附身 附到你不知道自己是誰 還用鬼的名義 要加入聯合國 你不是好笑 當然人家幫你拒絕 你用錯名字 認同錯東西 你根本不是這個人 被鬼附身 你怎麼會被人家接受 所以真理讓人自由 真理出來 鬼就要走了 耶穌是真理 耶穌進來 這人出去了 他就出去了 法理已經出現了 中國鬼就要走了 回到哪裡 回到平潭 回到金門媽祖 台灣人就要找到 你真正的名字跑出來 富爾摩扎人 M1742後代 這就是我說 用人類DNA切形圖 科學證據 來證明文化遷徙度 他們過去都用文化來跟你講 什麼是台灣人是中國人 因為他才幾百年幾千年的歷史 我們是幾萬年前都來台灣 那個上過台灣史的 再回去看一下 我現在不講代表 下一張 剛才那個就是人類的遷徙 都透過我們DNA 那是科學證據 這個要講得多了 經濟節碼15分鐘 我從各個角度來告訴你們一些事情 其中一個叫做經濟節碼 我再給你們講這個 越戰結束的時候 有個越戰的軍人 以前住在德州 就回到德州 拿了一個大的包包 回到德州的時候 隔天一大早 找到銀行裡面 把那個袋子放在桌子上 小姐我要存錢 小姐過來 先生你要存多少 背情班 哇要醉 等一下等一下 我找經理來 結果經理來了 先生聽說你要存8千萬 對對對 錢我給看一下 他就解 用橡皮筋捆起來 一捲一捲的錢 那經理拿起來一看說 先生你不要開玩笑 這是大富翁的玩具錢 那個越戰那個退伍軍人 說我也沒有開玩笑 這個錢 以前我在俘虜營的時候 真的拿來用這個買雪茄 買牛排 買八國紅酒 我真的可以Enjoy這些東西 這個經理也很聰明 他說 只可惜你這個 這個俘虜營已經關掉了 如果還開的話 我倒是希望用一些美金 跟你換這個大富翁的錢 然後進到你的俘虜營裡面 去享受裡面的服務 這有點深 你想這跟經濟很像 這就像1972年改革開放 中國 以前他也印鈔票 人家不算他的鈔票 1972年就算了 為什麼 因為他發覺他如果堅持 共產主義的那個氛圍的時候 他以前錢不算錢的時候 做什麼 以物換物 他跟蘇聯邊境 是不是 你需要什麼我需要什麼 就換來換去 因為錢不算錢 所以最後他後來開放的時候 希望跟西方國家做生意 為什麼 因為看到這在走下去會完蛋 是大家都有飯吃 可是會很慘 可是外國就越來越發展 經濟越來越發展 他想跟他交易 他想加入西方的資本主義裡面 玩這個通行遊戲 可以讓人民更快樂更發展 所以他要做一個條件 那時候他的東西 外國人不要 你除了原物料他要什麼 你做的衣服他不要穿 你腳踏車更好笑 所以西方國家那時候 要大量的資金 跑進中國裡面 對不對 把你錢算錢就是第一步 就是你玩大風一開始 是不是兩千塊送給你 你拿新來幣進去玩大風 可不可以 那錢不是裡面的錢 所以有一個交換 所以我以後你的人民幣 你要算我當做錢 等於是送你錢一樣 中國經濟的時候 突然賺很多錢 沒錢 是什麼 是希望國家大量的資金進來 教出你技術 教你怎麼做東西 做他們要的東西 除了原物料以外 他想辦法教你技術 能量都交給你 以後你成為一個有用的 西方國家的一份子 你這樣才能加入他遊戲來玩 所以一開始是支持你 可是沒想到 照理說你錢賺到的時候 應該拿這錢來做什麼 對對對 除了研究開發 增加你人民的知識水準 讓他們加入自由市場的遊戲規則 你不可以人家仿冒 不可以人家偷盜 對不對 這都是違反遊戲規則的事情 你一枚是要跟人玩遊戲 不是來翻桌子 你做的每個動作都是違反自由經濟貿易 比如資訊不開發 對不對 不開放 人民繼續前置他的思想 更糟糕還買武器來對付西方國家 那表示你在幹嘛 你在玩假的 對西方國家你就會生假 因為最後你還是回到民主主義裡面 是不是 你還在中間主義的天堂 你這是危險 對西方國家來講 對於那些支持中國 讓它強大的人 也要想一件事情 你真的讓中國強大的人 這事情大屌 大家要重新玩中國的遊戲規則嗎 還是維持我們現在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美國就要做一件事情 他現在是慢慢做大 做大到一個地步 他可能挑戰老二 他不敢直接挑戰老大 老大是美國 他挑戰老二是日本 對不對 但是他算是一個什麼 他最糟糕的還挑戰美國 說我們以後不要用美金 改成其他人民幣來計價 有沒有 他就等於是要翻桌子 大家不要錢 這是要挑戰整個資本主義制度 他的動作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美國一定會做 老大會做什麼事情 會想辦法讓老二變強 讓老三壓下去 整體的做法就是這樣子 才會穩定的 對不對 日本是一個模範生 在某種程度 資本主義裡面的模範生 自由市場民主制度 中國不是 這有點像 巴巴爾人 事實上野蠻人進來鬧的 所以他要做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我把野蠻人壓下去 所以整個總體經濟來看 宏觀經濟來看 整個中國經濟會往下走 日本經濟會往上走 這是我一年多 兩年前就講的事情 現在果然是這樣在發生 我們如果有這個概念的話 看得很清楚 我給你們解碼器 這是經濟解碼器 所以中國要怎麼加入這個 趕快改善你的投資環境 你不能再做假數據 你不能再騙人 不能再挑戰遊戲規則 中國現在要做的是這件事情 不是到處打仗 打仗只會讓你更糟糕 到最後大家會來分解你 讓你不構成威脅 台灣人在這個環境裡面 你都看到中國的下場跟未來的方向 你還往裡面投資嗎 傻啊 傻台灣人 你還是中國人喔 台灣人啊 你不是很會算嗎 比較會算一下 好嗎 看得清楚好嗎 他已經沒有教育了 他轉不過來 轉不過來 這不是重點 你已經講到那個 是當政者 你怎麼講 真正整個社會 不是由下而上的社會 來 再往下看 來 簡單的 這個是以前沒有講過的 來 這個整個資本主義的系統 是這樣走的 一開始R&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就是研究發展 以前早期在十幾世紀 就是理性主義 科學主義歹頭 然後製造很多東西 那後來technology 就是它產生了很多產品 產品以後賣到市場 產生market 賺了錢再回到這邊做R&D 所以整個資本主義是這樣運作的 過去台灣只是在 這裡面有一層 分到一點羹在那邊做生意 這個要一個系統 不可能那麼快 我的課 我都壓縮 來 下一張 努力的自由 我現在跳 因為時間有關係 很多人說 我現在很自由 我可以開車 我可以買東西 對吧 台灣人跟你說 為什麼要這麼改變遊戲規則 我現在就好 好學好學 去聯考做這個就好 是不是 你跟人家講很多人會這樣 幹嘛來改變這個 除了大環境他不知道 一定會改以外 但是你在說服他的過程當中 遇到這個問題 那就告訴他們 奴隸有奴隸的自由 這有點像物理的東西 有不同位階 對不對 在高位階的自由 跟在低位階的自由 在低位階的小球 也是可以滾來滾去 往東往西往南往北 隨便你滾 對不對 可是你的位階是在這裡 人家努力的自由 強國有強國的自由 沒錯吧 越弱的國家 你的自由越小 對不對 人家來定義你的遊戲規則 人家定義你的自由度 沒錯吧 強國 我就是把你的封鎖 你的線就劃到這邊 要不然你也打不過我 我就說你只能在這個活動 當然那麼多 你的是屬於奴隸的自由 你可以上班 你可以買東西 你可以上網shopping 可是你永遠是奴隸 就像我剛才講 資源回收人 香港就是一個資源回收城市 香港人不是很快樂嗎 香港以前是英國殖民地 他叫總督每年來抽稅就好了 香港啊 他最典型的資源回收城市 所以那時候中國把它收回來說 中國人領導人講一句話 哎呀舞躁跳馬躁跑 就是你繼續當你的資源回收人 我時間到我也是抽水抽回來 你每天去練這些事情就好了 我為什麼跟你們講 我不跟大部分台灣人 大部分台灣人是資源回收人 他們不懂 但是來這邊又是高級班 你就要懂這些事情 很好很好 你的自由度是自由 你可以買東西自由 可是你不是在這個位階的自由 你的自由度很低的 因為你還沒有到這一階 但是我給你們解碼器 給你們那個level拉高之後 你就看得很清楚很多事情 OK 好下一張 所以他們很喜歡講 What's the cash value of it 什麼是這個的現金利益 有沒有 換作錢 台灣人都喜歡把所有東西 換成錢來計算 他說認為有錢 就可以帶來自由快樂幸福 可是有錢跟這個的連 連不上的 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你有錢不等於幸福快樂自由 對不對 這同意 然後問題是自由幸福快樂 很多台灣人家講 我們就是追求自由幸福快樂 讓政治人物給它看 我們追求自由幸福快樂 其實這都好笑話 我不會亂講 為什麼 自由幸福快樂 都是伴隨著追求正確目標 而產生的副產品 我舉個例子 如果有一個女生 她說我一生就追求快樂跟幸福 所以她嫁給一個人 結果這男生不能給她自由幸福 於是她就離婚 再換一個男生 可以給她自由幸福 這樣對不對 他說她在追求這個 可是我跟你講 真正的自由幸福 是來自於 有一個更對的標準 就是我要建構一個完整的家庭 爸爸 好好的工作 太太 好好的照顧家裡 小孩子好好的念書 大家一起晚餐吃飯的時候 每個人都在自己的崗位上 坐好他的位置的時候 產生幸福快樂的感覺 對不對 它不是一個感覺 不是你的目標要追求 它是在你做某件事情的時候 副產品產生的 就好像醫生 醫生說 有人醫生說我要以賺錢最多為目標 我嗎 你一定要說我要救人 伴隨而來 因為你行醫技術很好 所以你有名聲 你有金錢 你不可以把金錢跟名聲 當作你的追求目標 那你這是什麼醫生 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你要把你的目標設對之後 這些是副產品 那大家都把這個當作目標 那就是莫名其妙 永遠也得不到的目標 因為你會為了這樣的目標 這麼不對的目標 做很多不合理的事情 當然也是一樣 你會覺得說 我就是追求幸福快樂 所以今天管誰職政都一樣 他不會去搞清楚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他的目標設錯了 當你成為奴隸的時候 你永遠得不到你的自由幸福快樂 你的自由幸福快樂 都是伴隨的有問題 你開了賓士的時候 你發覺自己還是努力的時候 你過不下去 你怎麼告訴你的下一代你是誰 對不對 你是建構在謊言的基礎上面的 假象的幸福快樂 自由 你的自由說我可以選舉 不錯了 你叫人 你這個選舉是 人給你騙的選舉 整個就地合法化的選舉制度 他拿這個所謂的假的民主制度 再跟美國說 美國你不是相信自由民主嗎 那我們就做自由民主給你 可是你不合法 就好像一個女生被強奸 最後愛上他的強奸犯一樣 你一開始起初的大前提是錯的 你怎麼建構一個美滿的家庭 了解嗎 台灣人過去被強奸 你愛上那個強暴你的人 施暴者 你還認同他 還替他維護 可是你的大前提是錯的 你是我的佔領者 你給我 冷靜 你在裡面玩出一個花樣以後 你開始認同他 那是很奇怪 就被害者妄想 除了正確目標 正確手段 我剛才講了 正確手段就是你不可以用強暴的方式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第一位正講正常話 OK 今天講得差不多 來 再下一張 我看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帶 小T大T 小T是部分真 大T是絕對的真 很多人看到一小部分的對的 現在一切都還好 他看到部分的事實 可是他沒有看到整體的 他沒有看到整體 那我現在把大家的時間觀點 都拉長拉大 所以你現在已經不是 剛剛進來上課之前的你了 所以讓我們用這個新的眼光觀點 來替台灣人走一條路好不好 OK 我跟你講到這裡 各位同心 各位同心 下課休息 然後樓下可以用餐了 謝謝